我今晚會回應一個問題 有些人說到 祈禱時好像沒有什麼果效 很多人會有這種想法 覺得好像祈禱沒有果效 於是失了信心 我想怎樣鼓勵大家 怎樣鼓勵大家對神有信心 和對祈禱有信心 世界上的確有很多人經歷神很大的工作 不過也有很多人沒有經歷神的工作 經歷不多 原因是 第一,很多人和神關係主要是祈求 祈求和代祖 代祖的時候是比較難即時見到果效的 例如你代祖 祈求主要拯救一個人 有些人有幾十年後他改變 當然有些祈禱短的時間有人改變 因為我們沒有直接參與那個人的生命 但是按手祈禱就很不同了 因為按手祈禱我又參與他的生命 我和他有溝通 我邀請他接受討告 他願意然後他接受 過程我參與他接受神的恩典 和代祖很不同了 所以我們在 服侍祈禱 按手祈禱 我們見到人經歷聖明的比例是高很多的 有些人代祖很長時間 我不是不代祖 聖經是教我們代祖的 不過聖經也說我們應該走出來 我們要祝福人 去跟他們聊天 你不是只代祖 如果只是代祖幾十年 又沒有傳呼恩 我只是代祖 只是代祖的時候 真是等神去某人 使用某人向他傳呼恩 我們代祖應該我們自己本身都向他傳呼恩 而很多時候 因為人的拒絕 人的抗拒 所以是很難 有些人的心就硬 又沒有機會跟他講 或者跟他講的時候 他很抗拒 所以變成很難去影響他的生命 但因為有些人 他只是懂得要討厚就是代祖 所以他只是做什麼呢 他就不斷為他代祖 代祖 總是沒有果效 他就覺得祈禱沒有果效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耶穌基督的恩典 是全部要透過他的救贖的 我希望大家明白這一點 就是耶穌的祝福 就不是 有些人是這樣的 他叫我祈禱 他說 你為我兒子祈禱 快點找到老婆 我說 我們祈禱不是為你找到老婆 你祈禱他快點病好 耶穌的祖告 我們為祂祖告 第一是祂要得到耶穌的救恩 第二是耶穌先來到他身上 其他的祝福來到 就不是其他祝福 有很多人代祝 就說 這個人我們周時宣教都有 他們就說 你為祈禱他有什麼病 你為祈禱快點生個兒子 三個孫 結婚 有些這樣的 他們覺得有些需要 有其他人去祈禱就會改變 我問一問 那那個人是否信耶穌 他說不是 我問 為何你不是第一關心他信耶穌 而是第一關心他有沒有結婚 有沒有生兒子 因為人很多時候 就是那個心 就是注目在這些世上的事 就算是信耶穌也是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為那個人代討 都是我們尋求神 我們用什麼方法 向祂傳呼音 以至祂被改變 因為祂傳呼音的時候 被改變 神的恩典就來到 其實多一個人得到耶穌救一 他又聽耶穌話 跟從耶穌 先求神的國和祂而言 神的恩典就一步步來到 一切就加給祂 祂就一步步祝福祂 神自己會計劃的 這時候 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很擔心祂的生命 所以我第一關心人 是有沒有信耶穌 然後有沒有愛耶穌 跟從耶穌 他愛耶穌 跟從耶穌 他自然的福氣就會來到 所以第一個原因 為什麼有很多時候 代討他沒有看過效 因為那個人也沒有信耶穌 他始終沒有信 代討就是 我求神感動他 他會信耶穌 但是他又不肯信耶穌 他不肯信耶穌的時候 他擋了神的祝福 這樣的時候 神可能有祂的時間 不過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這個跟我們服侍到的 就是很大分別 因為他服侍來到我們當中 或者有一個人 我們探訪 我們跟他聊天 你有什麼情況 有什麼困難 了解他 然後他就說 我有些健康問題 我就可以告訴他 耶穌真的很討厭 耶穌真的會幫你的 耶穌是來到你身上的 我為你祈禱好不好 他聽到的時候 我面對面邀請他 他願意的時候 他就有機會接受祝福討告 他接受祝福討告的時候 他經歷到神 我會問他 你其中一個時候 有沒有什麼經歷 他說我經歷到神的平安 興灑 經歷到神臨在我身上 這樣的時候 我就說 耶穌這麼真 你想耶穌以後祝福你 他想的時候 我就介紹他信耶穌 介紹他信耶穌 他又經歷到神的平安 然後他就可以即時經歷到神的祝福 是不是很大分別呢 因為這個祈禱本身 就是直接邀請他給耶穌祝福 所以他即時可以進入耶穌的救恩 進入耶穌的救恩 我們就有門路 繼續讓耶穌祝福來到他身上 所以跟就這樣 純代討是有個分別 就是在這裡我們直接有機會的 而聖經也說到 門徒去到那些人按手提讀的時候 他們都經歷到聖靈 聖靈可以臨在他身上 祝福他們 所以這也是一個我們可以做的 當我們做慣 就會很不同 因為會看到那些人 不停經歷聖靈 譬如我剛才問這位姊妹祈禱 她的經歷喜樂 因為她起初是很受煩的 她的經歷喜樂 都很大對比 因為在聊天的時候她都說很煩 但是經歷到喜樂 真的會看到神很討厭 神很討厭的時候 會有什麼反應呢 可以有什麼反應呢 神這麼討厭 我不要再想些煩的事了 不要再想世上的事了 不要再被人影響了 我們就放手了 我們就依靠耶穌多些 即是看到想耶穌和想人是很不同的 想人是越來越煩的 令她很快去改變那個看法 因為起初的時候 我都嘗試去幫助她 但她就覺得很難 她說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要放手了 即是那個人不肯改變的時候 我都要放手 她知道 但是她做不到 但當祈禱的時候 她就看到 原來神這麼好的 這麼真的 即時可以輕鬆 即時輕鬆 即是說 神即時祝福她 於是她的心就輕散了 這個就是說 亦都在服侍好的時候 改變一個人的生命的快 即是即時可以將她改變 即是這個人願意的時候 那當你越做得多 你就會對神更加有信心了 因為你會看著很多人的改變 譬如我們剛剛去完短宣回來 今次祈禱呢 有試過很憂傷的人 她的憂傷走出來 祈禱得醫治 沒有按手 就這樣集體祈禱 一個醫治 就有一堆人擠他手 即是看著那些人 在這個集體流 集體討告和代討又不同 為什麼不同呢 因為集體討告的時候 我們是一起愛慕神 一起愛慕神 神的同樣就會臨在 臨在就祝福他了 代討那個人 隔開不知多少間屋 或者多遠路 是完全是神 祈求神 某個方法去祝福那個人 神是會做事的 不過是肯定 如果我們直接能夠 跟那個人去談 跟他為他祈禱 和我們教導 教導他歸神的美善 然後帶他祈禱 是很大分別的 所以我鼓勵大家 放更多心力 直接和人溝通 直接為人祈禱 直接帶你人祈禱 直接按手祈禱 這些是會更加看到神的工作 你就會更加有信心 其實我自己在以前做牧師 都是很多年 教會裏很多人很難改變 我也很難改變他們 就是他們說 但是說了好像沒有不孝 變成我自己也缺乏信心 好像很難說服他們 去更愛主 但當我經歷聖靈之後 是真的完全不同的 我還記得我初經歷聖靈的時候 那我就回到我自己教他 剛剛我們就有一個退休營 退休營就是有機會 我們可以約兩個人 每個人約兩個人 那我就約兩個人 人約約另一個人約我 那我見到四個人 那我見到四個人 我就嘗試為他按手祈禱 是非常震撼的 我從來沒有試過 為什麼震撼呢 四個人都經歷聖靈 四個人呢 要是哭了一個小時 有兩個哭了一個小時 有些人很感動 又知罪 總之他們告訴我 那個經歷對我來說 是完全好像新聞 以前從未試過 從未經歷過這件事 其中一個都說 很多年的憂傷 或者釋放 都是我之後多次發生 多次為人討過的時候 都有這次發生的 所以令到我對於貴人討過的信心 是加強了很多很多倍的 那我之後 那我就邀請我的教友 逐個逐個 每次聚會之後 我又叫幾個人去房間祈禱 每次聚會員 又叫幾個人去祈禱 結果那時候是有一群人經歷聖靈的 都是很大的震撼 然後我出去 邀請 有些人帶朋友給我們去祈禱 去探訪 我們探訪的時候 又去幫他們的家人 結果就帶了那些被探訪的人 上耶穌 又帶了那些家人上耶穌 所以看得到神很真實 這就是我在按手祈禱的時候 所看到神很真實 所以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對於祈禱 因為有人說到 對於祈禱好像沒有什麼信心 好像祈禱很多年都沒有什麼果效 因為祈禱那個人好像沒有什麼改變 因為那個人又沒有信耶穌 他沒有信耶穌 你以為他祈禱 他也沒有接受耶穌 耶穌想祈禱他 也去不了他那裡 因為他難助了神的工作 所以基本沒有機會 但是當我們跟他聊天的時候 有機會邀請他 給耶穌祈禱的時候 就很大分別了 這樣的時候 你對於祈禱就會信心大很多 還有我也鼓勵大家上網看 It's Supernatural 超自然這個節目 你看他也可以有英文字幕打出來 也可以幫你的英文 即是你經常看英文打出來 你看看你聽慣了英文 你英文程度就會提升 這是一個可以的方法 你將來英文提升 你找工作會容易很多 這個也是一個幫助我們本人 對於英文和對於認識神 當你聽的時候 你就會說 原來神那麼多工作 那你就會對於神的信心很大 但是這個世界上 有些人對神的信心是不大的 他有什麼困難 他覺得是 即是找耶穌好像很飄渺 不知什麼時候會做工 但在我們來說 我們經常都會看到神做工 即是兩個對比 以前我的確都是發現是這樣 以前我都是發覺很難 那些人真的去了教堂很久 我都很難改變他 我都不知道怎麼改變他 但是現在經歷聖靈 我是看著那些人的改變 那我以前 我起初做牧師的時候 我都去探訪很多人 我探訪很多家人 跟他談 去鼓勵他們 但是我發覺 當然那時候 都不知道 按手祈禱 是看不到什麼改變的 看不到什麼過客 是看到那些人 即是說 我關心他 他看到這些事情 但是其他之外 我是看不到那些人 很大生命的改變 但是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就很不同了 所以這個聖經就說 聖靈降下 你身上就必得了能力 你要在耶路撒 尤太傳地 撒瑪利 直到地極作可見證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 每一個基督徒 學習 如何去 在聖靈中運作 在聖靈中運作 你整個人就會提升 但是聖靈運作 你需要處理生命 讓你裡面的潔淨 處理生命 然後學習粗練 為人討厚 由自己裡面的生命處理 可以為人討厚的時候 你就越看越多了 尤其是參加宣教的時候 更加容易看到 因為他們比較簡單 單純一些 就會看到更多的果效 希望大家 由這件事上 會知道 神是真的聽人祈禱 不過 為何有那麼多人難於經歷 因為他就是為那些未信的祈禱 那些未信又不信 他們難了神的工作 所以體驗不到神的工作 他就以為神做不到工 而是我們都要給神使用我們 耶穌說 聖靈降臨 你身上必得了能力 就是讓我們有能力祝福這些人 不斷耐爭 祈禱 你當然是話 那麼快 神祝福 你真正真 你真正